天安门事件在今天满30周年 民间跟中央都有更有纪念方式 民进党秘书长罗文嘉跟民运人士 站在巨型的充气坦克前 邀民运人士召开守护民主记者会 总统蔡英文则是在脸书上 转发香港漫画家为他画的漫画 对中港人民喊话 相较于绿营高调的强打民主牌 蓝营的朱立伦跟马英九都跟对岸喊话 希望北京面对六四才能拉近两岸距离 至于柯文哲则是在质询时 为六四下了注解 在自由广场重现30年前 天安门广场上惊心动魄的一幕 民进党主办六四纪念活动 秘书长罗文嘉跟民运人士 站在一起重化强调对岸的威胁 蔡总统前一天见完民运人士 上午在脸书转发香港作家的漫画 对中港人民喊话 说自己只要当一天总统 台湾绝不会在压力下屈服 借着六四展现落台派风格 至于柯文哲则评论六四是中国近代史悲剧 我每次说这是中国近代史的悲剧 中国是中国人的悲剧 面对六四蓝营相对低调 前总统马英九没有公开活动 只在脸书发表长文 回想当年和太太捐出了三个月的薪水 共一万美元给民运人士 第一次捐那么多钱 接着写到有人说六四是两岸民心 渐行渐远的转列点 并且说六四的结解开了 才有助两岸人民心灵气和 而朱立伦也呼吁对岸要正视六四 希望中国大陆能够不断地改变 尤其对人权的重视 对民主的重视 谈到六四虽然纪念方式有所不同 但面对对岸选择遗忘 向对岸呼吁面对真相的心情 朝野难得展现一致立场 记者李永平梁志祥台北报导